在2024年西安跳水世界杯期间,如果说到最受国人关注的一名跳水运动员,那就非全红蝉莫属了。 更有不少网友直言,如果不是因为全红蝉参赛的话,从来都不会观看奥运会以外的任何跳水赛事。 可见,他的个人魅力究竟有多么强大。 4月18日,一段关于全红蝉在记者会上的言论成为了全国热搜。 在视频当中,全红蝉被主持人问道,这一次来西安和去年来西安有什么不同时,他表示,感觉没有啥不同的。 被问到有没有参观兵马俑时,他只说了一句没有。 被问到有没有光大雁塔时,他回答,看过但没有逛过。 被问到有没有品尝西安小吃时,他同样只回答一句没有。 最后被问到西安人民是否热情时,他还是只说了热情二字。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,全红蝉一直都是我国人气最火爆的体坛巨星,没有之一。 他之所以那么受欢迎,除了他那寄精四座的水花消失术之外,更多是因为他那天真淳朴的性格。 然而有一部分人却认为,他的言谈举止,只不过是文化程度低,情商低,见识少的表现而已。 一位江西的网友直言,全红蝉也应该要认真点读书了。 一位山西的网友也建议说,运动员生涯结束后,全红蝉一定要认真上学才行,现在冠军有了,也出名了。 以后最重要的,就是增长知识,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,富有诗书气自华。 一位上海的网友表示,我也很喜欢全红蝉,但是实话实说,他究竟还是来自农村的孩子,在面对各种社交场合时,还是显得太过生涩了。 要是他没有奥运冠军光环的话,这样的性格,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。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,没有任何恶意,希望网友们不要喷我。 从网上的留言来看,绝大多数网友,还是支持全红蝉的。 一位广东的网友反驳说,他来西安是为了比赛,而不是来吃喝玩乐的。 难道说真话,也有错吗? 不会造句,不会美丽地修饰,没有花言巧语,没有拐弯抹角,也没有鳄鱼凤城,大家就是喜欢这种憨厚,诚实,接地气地回答问题, 感觉他真的很广东,主打就是一个实在,交谈随性,穿着打扮随性,为人处事随性。 一位江苏的网友留言说, 我觉得大家真的不应该喷,就算有人喷,媒体也应该挡下去。 现在还有哪个人能做到这样诚实? 这个孩子真的做到了人之初性本善,所以全民都追他。 喜欢他,多么难能可贵啊。 这个样子,比那块加了铜臭味心态,可贵多了。 一位新疆的网友赞美说,谈宝回答出来的话,就是不一样的实在, 不像某些运动员那样,说出来的话,总是那么的冠冕堂皇, 所以全民都超喜欢这样的真实运动。 一位西藏的网友也认为,回答得很真实,很接地气, 没有任何官方发言稿,现场也有变欢笑声, 希望禅宝一直这么纯,真,敬。 上次就是武汉热干面,这次又到了西安小吃, 而全红禅还是以前的那个全红禅, 对他来说,讲客套话比起鸭水花还要难千百倍。 也许他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听的, 但这正是他身上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。 正因为当今社会太缺这样的一股清流了, 所以才那么多人一如既往地支持他。 有很多人,然而是娱乐圈的某些明星, 不管来到广东还是山东,不管来到广西还是山西, 不管来到湖南还是河南,不管来到湖北还是河北, 都说像回到家的感觉,都对当地的一切事物赞到天上有地上无, 可又有多少句话是出自真心的呢? 全红禅于2007年3月28日出生在广东湛江, 如今已经年满17岁的他,其实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, 然而网友们还是希望他继续保持着那种率真的性格, 只因这个世界太缺乏像他那样的公众人物了。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又如何呢?